54岁,马人宣布落退,CEI也赐清理,从支付宝哥改法人到落退,大友和阿里巴巴滑开接线的驾驶,2015年古载以来,商界大佬都纷纷被动作出应对,过去经营的成果,无论是人合适还是市场,有附助东流移有收紧转移。 这些高层博弈虽然不是普通人所能窥探,不过透过现象猜本质,还是为市人所津津乐道。 时到今年,形势又有波动,新增贸易战,股市受挫,仅看腾血市值蒸发万亿的背后,就知道不似简单的个别现象。 再看小翠书是引发的一把火,也是越烧越大,一些明星导演都有受累,并且大有不断身挖的趋势。 投资助力拉起云上贵州的马云,肯定在各方面的人和市,都有着巨大的能量。 结合前面各界大佬的近况,不难让人猜测,马云的抉择更像是把自己与阿里巴巴切根开来,以防万一自己受到波及而影响到阿里巴巴。 再看虎海歌董,你觉得马云真的只是简单到放开公司事物,专心做慈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